因為我們有兩個小朋友 我們會做一個L床 這邊的床有上床下櫃 這邊會做一個矮床 上集說到客廳會採用角樓設計和中島櫃 今集將會為大家介紹兩個房間的設計 我們來到Sulfersense的特色單位的主人房 進來之後感覺上比我們想像中的面積大很多 這次的傢伙擺位方面 或者空間設計規劃方面 你有甚麼想法 你看看這邊 它發展商移留了一個很大的衣櫃的位置 可以用九尺衣櫃的做到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足夠的雙人床 這個做五尺床都可以 我想可以做到三邊落床效果 都可以的 不過我們這次你看看 因為樓底非常之高 延續在聽角樓 還有我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傢伙角樓的層面下 必須一些符合的條例 因為角樓這部份除了安全問題之外 都要牽涉條例上的問題 有部份需要補妝可拆的層面 所以這部份也要找專門人士 給你一個合適的建議 這樣用來會更加舒服和開心 還有一件事真的覺得很好的地方 我剛剛在廳裡拍攝的時候 看到後面有個花園 去到主人房的後面都是花園 人人期望可達到 我的快樂比天公 為何在一個室內設計師看樓床 你要搶多拉A夢呢 你猜一下我們 跟多拉A夢的設計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都是介乎多拉A夢的樣子 是不是 嗯 就是顏色方面了 我們用多拉A夢的顏色 去設計這個小朋友的房間 哦 我明白 我想問在這間房間的小朋友 是男生還是女生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我們家具那裡會怎樣放置呢 因為我們有兩個小朋友 我們會做一個L床 這邊的床是上床下跪 這邊會做一個矮床 其實我們過往都有為小朋友 做一些不同的兒童床 或者有不同的改動規劃 尤其是最近的新樓 我們做了很多有趣味性的主題房間 如果你們對於我們兒童房的設計有興趣的話 不妨進入拍攝資訊欄 我記得最近拍攝莊 我們都為了下屋設計一個很特別的房間 是啊 彩虹房來的 裡面有很多成網的攀爬 和攀爬石 希望他們可以在兒童過程中 除了回到家裡 追住 和做日常生活之外 加上給他們一些脆味性 令童年更快樂 如果想回顧設計師看樓團的內容 可以按入下面的資訊欄 能瞭解更多 無論新樓還是舊居翻新 而你對我們的室內設計作品有興趣的話 歡迎進一步向我們品味空間 Taste Interior Design 的設計顧問查詢 我們的室內設計顧問都想聽聽你所想 再見 我們一起來 再見 再見 armas 跟 findings 我們 有 чут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